要头卖一人功夫高绝 表演四传绝技防灵鞭法 果真是民间出高手 弹机鞭法很多小伙伴都不陌生 虽然是软兵器 但是能打的人皮开肉绽 以神兵威慑力还大 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高剑一类都是有着功夫密集流传下来 鞭法的招式就是少有人提及 就连不少专门耍鞭子的 也是只会打响而已 不见鞭法的传承将近四传 但是在河南的街头 就是有这样一位卖艺人老张 他就是会防灵鞭法 在对其采访中得知 这功夫也是他回老家收拾房子时 偶然间发现他学会的 这般四川绝技才能够重现江湖 大家可以看看老张的鞭法到底有多准 五米开外一鞭子过去 直接就将报纸记成了两半 因为是刀子也砍不出这般整齐 老张却用鞭子做到了 而且鞭子越来越小 对于鞭子主人精准度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老张照手绝活 当真是名不虚传 当我虽然声名落寞 明天却仍然有得更生的高手